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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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完了 但我要比個下山 但我要比個下山 這個地方 有一點偏僻 可以啊 前面有個大哥問一下好了 大哥 不好意思 請問你現在要離開這邊嗎 是 我要搭那個小黃公車 我昨天已經有一夜了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搭嗎 因為我不曉得這邊要怎麼下山 可以啊 可以嗎 而且那個公車都免費的 非常方便 真的嗎 劉大哥 你剛剛不講說小黃公車嗎 怎麼還沒來 小黃公車 我來啦 台中市總共是有29個行政區 但並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有大眾交通工具可以抵達 沒有的地方該怎麼辦呢 沒關係 市府很貼心派出了小黃公車 其實什麼是小黃公車呢 就是把計程車轉型為小黃公車 以前我們沒有小黃公車的話 我們那邊的基民 要去外出的話 或是長輩啊 都是很不方便 就是要自己用走路的 沒有就是鄰居的小朋友 要來上班啊 要做什麼 他們搭便車 現在有小黃公車的話 就衣 舊鞋 恰工 購物 聽完了小黃公車這麼多的優點 但現在重點來了 我們在外觀上面要怎麼樣區分 到底什麼是小黃公車 什麼是一般計程車呢 小黃公車目前總共是有15條的路線 主要在豐原 東式徐剛 新設太平大理 霧峰 烏日 大甲 龍井 潭子 清水 沙路 從山區到海線照顧到更多的台中市民 只是該怎麼區別它是計程車 還是小黃公車呢 很簡單 看看車身有沒有貼貼紙 同時用顏色來區別服務區域 像是豐原是水藍色 東式新設和平就是墨綠色 所有地點都有小黃公車站牌 或是在原本的公車站 貼上了乘車訊息 也可以到台中市政府網站 或是下載台中交通網站APP 都有詳細的資料 剛搭了一趟小黃公車下來 雖然它的距離沒有到很長 不過這感覺對於當地民眾來講 是非常需要非常貼心的一項服務 不過也要提醒大家 小黃公車因為座位有限 而且有固定的班次時間 所以搭乘前一天記得要電話預約喔 剛剛大哥也講了 小黃公車對於當地民眾很重要 它可以到山區或是道路比較狹小的地方 幫民眾就醫 就學 洽工 購物 讓原本公車沒有辦法到的地方 因為有了小黃公車的存在 交通更便利 生活更自在 這樣才是幸福便利台中我們的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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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